嗨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專屬於女孩耳門的話題 她呢 每個月都會報導 而且是 然而 曾經有半年的時間 我失去了她 我曾以為 我一頭熱實行的 Healthy Eating 乾淨飲食 以及大量的運動 就是所謂的健康 直到我的阿月 你家出走了 我才意識到她的重要性 而且呢 我發現 真的有為數不少的女生 和我有相似的經驗 所以啊 今天的影片呢 我想要跟大家好好地分享 我過去錯誤的飲食 以及運動的經驗 那如何幫助月經恢復的 三大建議 以及睡前的減壓儀式 那我相信 今天的影片應該可以 或多或少的幫助到 有這樣子困擾的你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謝謝Lania的贊助 作為一個女生 我幾乎每個月都使用Lania的衛生棉 在之前的影片也有分享 我覺得她們的零觸感特薄衛生棉 特別的好用 尤其適合 日間高活動量的薄 那她們的特色就是 特別的薄 而且吸收力非常的快 舒適又不悶熱 那最近新推出 蘇眠薰衣草香 淡淡的薰衣草 十分的療癒 還有晚安褲超好穿 她們在亮大的時候 能夠安心運動和翻睡 生理期照樣豪眠 那講到我失去月經的故事呢 可能要回溯到幾年前 大概是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不算是一個胖的女生 但是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我還沒有健身以前 是一個體脂30的泡芙女孩 然後我也一心嚮往著 那種很火辣 很纖細的身材 當我在嘗試運動 將近半年 我的體脂完全沒有下降 所以我感覺到非常的受挫 我開始認識到 clean eating的這個概念 我就開始崇尚那種 歐美很漂亮很繽紛的沙拉丸 如果你們回去看 我以前的手做料理 幾乎全部都是以沙拉為基底 然後可能擺上一些雞胸肉 或者是一些高鮮的蔬菜 那那個時候 我覺得自己很健康 甚至我會去批判那一些 吃著很油膩食物 或者是覺得中式的食物 就是非常的不健康 我覺得有一點點生病的一個狀態 我要搭配大量的有氧運動 幾乎我每一天都可以跑 三四十分鐘以上 然後那時候也不知道 要多吃蛋白質 所以是低蛋白 然後又低脂肪 因為我害怕脂肪 那確實我真的瘦蠻多的 就是在一兩個月以內 我的體脂下降了10% 我可能真的達到了我的理想的體重 但是我的心情變得非常的憂鬱 回頭來看我可能一天 有時候只有吃1000到1200大卡 甚至不到1000大卡 對我們的女生的身體是非常的傷的 因為當我們的身體感覺到一個警訊 就是哇!怎麼突然吃進那麼少的能量 那身體為了要維護我們其他生理功能的運作 就必須先讓我們女性先天的這個生育功能先暫停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種東西叫做受體素 它是一種來自脂肪組織的荷爾蒙 如果我們刻意在飲食中去 去接觸脂肪 減低我們的熱量攝取 是身體的受體素不足 那可能會讓我們不再能夠分泌足夠的必須的生殖荷爾蒙 導致最終我們失去了熱筋 所以啊!當我們大肆地去抨擊我們身上的體脂的時候呢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體脂是在保護我們的子宮 還有我們身體的生理機能 因為當我們增加脂肪 我們受體素的分泌才會增加 月經相關的荷爾蒙才會正式的啟動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三個很重要的建議給想要恢復月經的你們 第一個建議就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檢視看看自己的飲食 就有時候我們的飲食狀況會受到很多社交媒體的影響 變得非常的極端 但是呢 其實我們要去想想看我們的身體是需要能量的 尤其是當你的日間的活動量是蠻高的人 或者是你有在運動健身的人 我們是被鼓勵多吃的 當我們去增加我們熱量攝取的同時 我們的瘦體素也會同時的分泌 在蛋白質除外呢 也加入一些健康的脂肪 富含Omega3的食物 例如說 鮭魚啊 酪梨啊 或者是富含脂肪的蛋白質主食 像是雞腿肉 牛肉豬肉 然後堅果啊 亞馬子人 其實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在經研究證實呢 也可以去減緩我們的憂鬱跟壓力的一個狀況 再來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先不要堅持斷食 女孩們 你的荷爾蒙已經發生了問題 你還在想著斷食嗎 我覺得這個時候的你應該要去想著 不要讓自己的身體處於一個缺乏癌痕的狀況 而是要透過平衡荷爾蒙的方式 無論你之前實施什麼低碳啊 或者是168短食也好 就是我會先建議先暫停個2到4週的時間 在這幾週呢 先拋開那些原則 然後回歸到自己的身體需要什麼樣的能量 當你餓了你就去進食 在這幾週的飲食呢 我覺得還是要以原型的食物為主 然後在每一餐都保有蛋白質的同時 可以吃高比例的蔬菜 糖類以及脂肪類都要適量的攝取 而且會比較建議少量多餐 譬如說一日三到五餐的方式去進行 那聽到這一段 大家就會想說 那我的體重是否會上升 那我剛剛有講過答案是 可能會微幅度的上升 但是只要你沒有暴食 我相信你的體重幅度 可能增加個1到2公斤 或者是2到4公斤 其實都是一個正常的範圍 那身為一個Fitness Influencer 我常常鼓勵大家要 多運動 適當的運動 對我們的身體都有好處 它可以 提高我們的新陳代謝 可以增加骨骼密度 提升肌力 肌肉量 讓心情變好 等等的很多 就是很棒的一些功效 但是呢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是 過有不及 所以太過積極的鍛鍊 太過運動上癮 我覺得也會給自己的心理 跟身體造成過度的壓力 那壓力呢 是下士秋停經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很多國際啊 頂尖的那種運動員 其實他們都有下士秋停經的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大家要留意的 所以呢 撇開我們的飲食跟運動之外呢 我覺得降低壓力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你要找出你的壓力源 那當然這個壓力源 可以是我剛剛說的 結實 或者是要求自己要過度運動 生活上周遭的事情 都可以是你的壓力的一個出處 先把它找出來 然後 用自己的方式去調適它 去面對它 找到一個可以減低壓力 然後讓你的心情跟身體 可以放鬆的方式 在盛領其來潮的時候 我們的血液循環會變得比較不好 所以會蠻建議做一些 瑜伽或是伸展的動作 當然如果你是喜歡激勵訓練的人的話 還是可以建議多做一些中度的運動 只要是在你的身體舒服的情況下 都是可以做的喔 現在呢就要來帶大家做一些 我睡前有一些喜歡做的 幫助我降低壓力跟放鬆的瑜伽動作喔 好那現在先分享一些 我平常在睡前喜歡做的一些放鬆的動作 那第一個動作是坐姿前彎 兩腳 我們的腳掌是朝著彼此 然後 做一個前彎 所以坐前彎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一次下降到很多 你可以先下降到一半 然後再慢慢的加深加深 所以你這邊兩腿 也會有一個開寬 跟放鬆我們的大腿感覺 另外一種做之前彎呢 我會做比較側邊的 就是我們的一腳前 然後一腳後 然後往側邊 趴下 那這個時候可以提醒自己 當你在做前彎的時候 我們的屁股 也要盡量的貼著我們的地面 然後慢慢的 才盡可能的再多延伸出去 那一樣我們一邊大概做30秒到1分鐘 我們就可以換邊 那當你換邊的時候 另外一腳左腳就在前方 然後右腳在後方 那你覺得你這個姿勢可以在加深的時候 再給自己一個大口的吐氣 接著再多延伸出去一些 那下一個動作是 歌式 這個動作也是我很喜歡做的 那我們的前腳先呈現一個彎曲的狀態 當你準備好之後 慢慢的前彎吐氣 停在這邊 那稍微進階的話 我們把我們的腳勾起 順便打開我們的胸 然後盡量把我們的腳 再盡可能的往身體勾多一些 也是一樣停在這邊 那OK的話 進階的朋友可以挑戰 有一種暢通的感覺 筋骨都被打開了 多停個一會兒 呼吸吐氣 我們的兩手 推地 然後屁股後推同時 腳跟不要抬得高高的 腳跟盡可能的扎地 好 當我們找到地板之後 往上的再多推一些我們的核心收緊 這叫下腺式 所以我們的背啊 跟我們的大腿後側 都會被伸展到 那停在這邊 大概30秒之後的兩腳 可以輕鬆的動一動 輕鬆的動一動 不要求快 慢慢的踏步 呼吸吐氣 然後你可以 接著一個上腺式 左右的動一動 那最後一個 我們來到貓牛式 好 來到嬰兒式 像這幾個動作呢 真的做起來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真的做完之後 會有放鬆心情 跟讓我的肌肉 有一種放鬆跟調適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很常在練習的一個呼吸法 它叫做一比二呼吸法 什麼叫做一比二呼吸法呢 就是當你的吸氣 跟吐氣的秒數 是呈現一比二 那是經過正式 可以幫助我們的身心 達到一個 減壓效果的一個呼吸法 例如說當我吸氣三秒 吐氣六秒 這是比較入門的一個秒數 稍微再久一點點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四秒比八秒 常常做這個呼吸法 我覺得會對於平常你有 焦慮情況 或者是身心壓力比較大的人 都可以試試看這個呼吸法 不論你是在上班通勤的路上 或者是睡前睡不早的時候 都可以做個三到五次 甚至是五到十次的一個呼吸的次數 用了雷妮亞吉西好眠衛生棉 還有晚安褲 完全可以放心伸展瑜伽睡覺 怎麼動都安心不外露 讓我在生理期照樣好眠 而且也比較舒緩 那這個舒眠薰衣草香呢 我特別的喜歡 那聞起來呢 有淡淡的 非常療癒的薰衣草香的味道 我覺得有舒緩心情的一個效果 如果你不喜歡香味的朋友呢 也沒關係 雷妮亞呢 它也有提供無香款的可選擇 最長的有到四十公分喔 以功能性而言 我覺得雷妮亞的吸收力真的特別的強 它可以即吸五倍 即使量再怎麼多 也能瞬間吸收 不用擔心外露 那還有它的表層設計呢 我覺得它也蠻特別的 因為身為一個女生 當我們在挑選衛生棉的時候 我們除了在意 它的吸收力強不強 再來很重要的就是它的 側邊的防露的設計 因為啊 如果當你那一天剛好是穿著淺色的褲子 然後你的精血又露出 真的會超級超級尷尬 對 所以像雷妮亞它有 較寬的一個尾翼 然後它還有立體的側邊的設計 都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外露的一個問題 整體而言呢 雷妮亞的即吸好棉 衛生棉它的精緻的吸收力真的非常的強 然後穿上去又有一種很貼合身型 舒適又安心的感覺 讓我能夠隨時隨地都保持舒爽乾燥 然後睡覺的時候也可以一覺好眠 好接下來這個東西 我相信觀眾都相當的好奇 TASA同系列的還有晚安褲 那我們就來開箱 喔 它相當的好開 長得真的蠻大片的耶 它真的長得有點像紫尿布喔 那它穿起來真的是蠻輕薄透氣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這邊腰部是有彈性的 那它甚至是有出兩種尺寸 S到M還有M到L 所以它是適合不同體型的人 穿起來就是蠻合身的 無論是你要做生長運動啊 瑜伽 或者是睡覺 其實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存在感 除了運動時穿 外出旅遊 或者是你擔心弄髒 飯店的床單也可以戴 讓你更安心入眠 目前各大通路都有優惠喔 雷妮雅及西好眠衛生棉 讓你生理期也可以維持日常儀式 安心好眠 好